外头湿湿冷冷戴口罩自我保护 进出医院还能多一层防护 因为真的细菌很多 各种病人都会过来 病人那么多 那当然也会害怕有细菌会传染或者病菌 如果说你今天的免疫系统刚好是有问题的话 那可能就会造成一些过敏反应 或是甚至说感染 医院病患来来去去 为生物自身成了一大污染隐忧 北市环保局务机查23家医疗机构室内空气品质 发现细菌浓度管制标准每立方公尺 菌落数1500 其中有7间医院超标 包括台大尔医和平马届尔医 长庚北医护医台大总院和万芳 同时要求院内张贴警告标示 提醒民众和医护人员 那我们也限大在12月15号之前要完整改善 如果没有改善的话 我们会依照室内空气品质管理法 那么处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的划款 防堵细菌随着若晨四处传播 合格医院定期更换通风墙御网 并且加强整间通风 当我们的温度偏高 湿度也偏高的时候 细菌的置身自然会成长 这是一定的现象 所以室内的空调的温湿度 要维持一个控制的稳定的温度 提醒民众前往医疗院所 一定要做好防护工作 才能降低病菌有机可乘的机会 大一新闻小时节李明华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